好大家好我的白欢迎来到我的白话天下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昨天晚上 冬奥开幕式当中的那个点火仪式哈 那首先我到现在大幕当中问问大家哈 你们觉得昨天晚上的这个点火仪式怎么样啊 好还是不好 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那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 就这个点火仪式呢 它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它很特别 什么叫不是很好看呢 就是至少在它的这个视觉冲击力上呢 它跟08年的这个奥运会哈 那它是有差距的 这这实话吧 我看完之后 甚至我第一时间呢 没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我一开始不懂的时候 我还有点意外呢 甚至一头雾水 我就在这个房间看看这个冬奥开幕医师 那个点火医师嘛 我说这这这什么情况啊 就就就完了 怎么回事呢 后来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有识之识的解读之后 再把一些细节连起来 我在重看这个开幕医师的时候 我再琢磨了一下 我才想通了 哦 我觉得这倒数还蛮特别的 是有这么种感觉 这个感觉就有点类似于我去看一个 你比方说是意味深藏的那种电影 高级电影 但是第一时间的我没看懂 后来我去网上收了一些大神的这种影评解读之后 再把细节连起来一看 才明白哦 原来这个电影还是挺好的 是这么种感觉 今天的这个冬奥点火呢 也是有这么个味道在里面 那么他的这个特别 主要是特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 他有极强的中国哲学的思想在里面 中国哲学我们都有感觉的 你就那么几个关键词嘛 辩真留百一小见大 或者说像张一某讲的一夜之秋 像中国哲学的鼻祖级人物老子 你看他写的那个道德经啊 全是辩真的思想嘛 你所谓辩真就是咱们看问题呢 既看到正面又看到反面 你看老子写的东西啊 永远都是两面连在一起讲的 讲大就一定会讲小 讲实就一定会讲空 讲多呢就一定会讲少 是吧 那正凡两方面都连在一起讲 然后呢就把支配宇宙的整个真理啊 整个规律呢 那就是老子所谓的那个道嘛 就全部给你讲清楚 一正一番讲清楚给你听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然后咱们老模子呢 也是深得老子的这个精髓啊 这回他就给你来了一个点不点 非常点啊 你们以前都是大张旗鼓的来点火 点主火炬 我这次干净我就不点了 我就把这个火炬咔一擦 交完最后一棒就完了 表面上看起来那个大火炬没点 但在人们的这个心中呢 大火炬已经燃起来了 因为大火炬点燃的那个真正意义呢 就是要招式最后奥林匹克背后的那些精神的嘛 那我们这边呢其实已经通过写了所谓 所有的那个参赛国名字的那个冰环啊 树叶啊 和平哥啊 这些意象啪一轰多 其实已经把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呢 完美的给传递到了 也就是说呢 哪怕我不点这个火炬 我也完成了终极任务 真正做到了 虽然不点 但实际点了的效果 这就是独具一格的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的这个哲学思想嘛 而且我们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方式 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呢 跟奥林匹克的这个精神做了一次完美的融合 对不对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一次办冬奥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个主级调的 概括起来就是三个词 那就是绿色安全简约 所以说你只要是做到了这三个词 顺顺利利的 实实在在的把这个奥运会给办了的话呢 那这一次冬奥就是精彩的 就是成功的 说白了就是 在上头给老摩子的这篇命题作文当中呢 他就提了这么三点要求 其他的话 老张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自己发挥 那张一某一听 得了于是的话呢 这一次风格明显不同于北京奥运会 就是08年奥运会的那个冬奥呢 你就来了嘛 上回怎么办08年奥运会的话 突出的一个词呢 就是盛大 普天同庆 张一某当时就抓住了这么一个意思 这次我们提绿色环保安全了 老摩子又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张一某之所以能够两次担任 这么重大的奥运会总设计啊 有的人说主要是因为他会搞五媒 他擅长搞设计 那这其实还不完全是 他最大的能耐是什么呢 在于两个字 平衡 他就能把奥组委 国家精神 奥运 直接做好一个平衡 同时呢 他还可以在这个创作集体的内部呢 做好一个平衡 这是老摩子真正的本事 对不对 那当然这次奥运会的话呢 我看网上有一些网友呢 也蛮实在的 他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啊 他说我们把这个奥运会 搞得这么绿色 搞得这么简约 是不是我们没钱了 这想法倒确实也蛮实在的 但其实呢是多虑 国家有钱没钱 你直接去看国家的经济数据就可以了 在大疫情时代下 你去看看其他国家 再看看我们自己的经济 你就会发现跟其他人比起来啊 依然是赵本山说的那句话 风景这边独好嘛 我们这次办奥运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我用一个例子就可以完全给你概括出来的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是一个既有经济实力 又有一定的独特思想的人 当所有的人啊 连可能摩托车都买不起的时候 他已经开上小汽车了 引得众人羡慕 你看像我们08年办奥运会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弄出了一个震骨硕金 全球折腐的奥运会 你就这么个意思吗 然后等到连村里的人都开上汽车 开车回家过年的时候呢 那个最早开上的汽车的人啊 他开什么车呢 他根本就不开车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开车了 或者说已经根本不需要再通过汽车来证明什么了 什么叫大气啊 此时无声 胜有声 这才是真正的大气 对不对 所以关于这次冬奥会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的跟各位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是大白 下期白话天下 再见